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全國電視講話 宣佈俄國境內進行部分軍事下動員 普京在講話中表示 俄方有必要做出緊急決定 以保護我們在解放土地上的人民 他又指已經簽署有關法令 部分動員將於9月21日起生效 所有將被動員的公民都會擁有全副武裝身份 普京說西方開始威脅對俄羅斯使用大殺傷力武器 強調俄羅斯在領土完整受到威脅的時候 會動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保護領土和人民 他指責西方已經跨越所有界線 目的是削弱、分裂並最終摧毀俄羅斯 批評西方想摧毀俄羅斯 將烏克蘭人民變成炮灰 普京強調俄羅斯有足夠的火力來回應 動員是捍衛主權必要行動 將制止所有企圖實現世界霸權 威脅要分裂和奴役俄羅斯的人 據外媒報導指 普京表明西方已經表明不希望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實現和平 還透露將給予在頓巴斯戰鬥的志願兵合法身份 炮菜製作季節日益臨近 韓國的白菜價卻不斷飆升 韓國的民眾唯有放棄親自醃炮菜 因此令到中國生產的炮菜進口量大增 一起和巴斯坊的總編輯李童聊聊 李童你好 你好 韓國的媒體報導罕見的高溫暴雨和颱風等這些極端的天氣 令到韓國的白菜價格就好像坐了火箭一樣 這個星期已經達到9000韓元 大概是50港幣的水平 在這個情況下 原來很多韓國民眾就放棄自己親手去醃炮菜 中國的炮菜就成為救兵 根據數據顯示 今年頭8個月 韓國進口中國炮菜 累計金額有1.986億美元 同比增長27.6% 根據《朝鮮日報》報導 20日韓國農林畜業食品部發布的數據顯示 以首以東南部規模最大的農水產品的批發市場 可樂市場為例 今個月中旬 白菜的批發價格達到 每一棵白菜要8992韓元 相比起今個月初 即1至10日 7900韓元的價格 再次上升了一個新的台階 而這次的價格比一年前 是貴了1.2倍 零售價格就更加高 現在每棵白菜價格 是9,429韓元 即是港幣53元 比以往高出了62.9% 因此多間的韓國媒體都說 現在白菜是金白菜 在韓國的社交媒體上 抱怨白菜價格上漲的鐵文 可以說是不斷增加的 有些商家哭訴說 因為白菜的價格飆升 每天都在哭 一間三文治店舖 老闆就無奈這樣說 一個星期裏面 六棵卷心大白菜的價格 從58.8韓元 即大概是港幣的326元 就漲到7.3萬元 即是港幣漲到410元 情況非常不樂觀 而韓國的農林速產食物部 分析原因 這輪售價本土白菜 主要是產自高海拔地區 由於罕見的高溫、暴雨、颱風 這些極端的天氣影響 主要白菜產區的產量大幅下降 隨著葉炮菜的季節 即11月即將到來 但白菜市場需求可以說是不斷增加 因此價格還可能會再上漲 對此韓國政府計劃釋放部分儲備蔬菜 以平抑價格 為了穩定市場 韓國政府曾經在中秋節前三星期 向市場增加1萬噸白菜儲備 並且在中秋節後再次提供1300噸 但仍未能抑制價格上漲的勢頭 東亞日報說中秋節後 白菜也成為了韓國唯一價格飆升的農產品 而葉炮菜除了需要白菜之外 蘿蔔和洋蔥都是不可滑缺的原料 而這兩種蔬菜也是價格飆升 再加上能源、物流等成本上升 炮菜生產企業可以說是不堪重負 今年3月宣布將成品的炮菜價格提升5%至7% 目前決定下半年要再次加價 此前韓國大象集團宣布 下個月1日開始 中加府炮菜價格將會平均上調9.8% 而希傑食品已經將必品國炮菜價格平均上調11% 炮菜製作的季節日益臨近 眾多韓國民眾開始放棄自己去醃炮菜 轉而尋求購買食品企業加工好的炮菜 近日韓國多家大型商場裡的炮菜被搶購一空 亞洲日報指出在韓國本土的白菜價格 錯火前一樣上漲時 價格相對便宜的中國炮菜成為救兵 韓國關稅廳進口貿易的統計數據顯示 今年頭8個月韓國進口來自中國的炮菜 累計有1.986億美元 同比增長27.6% 尤其是8月單月的炮菜進口額達到1337.6萬美元 同比增長增加了41.1% 關稅廳預計中國炮菜的進口量 將會持續增加 烏克蘭東部親俄地區計劃 舉行加入俄羅斯的公投 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向傳媒表示 結果不會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 馬克龍在聯大發言時又形容 自從今年2月底開始 世界目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重新來過 法國並不會接受 但是會持續不懈地為和平而努力 馬克龍強調 向烏克蘭發動的進攻就是要接受制裁 馬克龍又和英國首相 蔡惠斯會晤 重點也是烏克蘭和聯大經濟問題 雙方表示會合作應對及減少能源市場的價格波動 德國政府計劃向天然氣巨頭Uniper注資80億歐元 並向該公司的芬蘭股東收購股份 將Uniper各有化 外界相信德國政府是想防止這個國家的能源行業崩潰 Uniper是德國國內俄羅斯天然氣最大的買家 處於能源危機的核心 轉看看本地的消息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香港回歸以來戰勝了各種難關 遇上經濟挑戰 不論是1997年的金融風暴 只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香港的金融體系在背靠祖國 以及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之下 始終見仁無比 李家超在一項活動上支持的時候說 香港作為大灣區內高度開放 以及國際化城市的代表 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以及航空樞紐 專業服務享譽全球 加上一國兩制獨特的優勢 絕對有能力在大灣區建設中擔當重要角色 他表示面對2003年的沙士、2009年的人類 株流感以及過去兩年多的新冠疫情 在中央全面支持和香港社會共同努力下 仍然抵禮前行、克服困難 李家超說面對政治動亂 包括2014年的違法佔中 2016年的旺角暴動 以及2019年的黑暴港獨肆虐 全賴中央果斷出手 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 令到香港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 社會回復穩定 可以重新聚焦發展經濟民生 他說香港已經跨越動蕩不安的日子 現在已經朗然踏上了有志及興的新徵程 在發展的道路上擁有前所未有的信心 未來五年是同為香港發展打開新篇章的關鍵期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還要講話指出 要特別關心關愛年輕人 特區政府推行鼓勵 港青到大灣區創新創業的支援計劃 目的是幫助他們認識大灣區中 青年雙創基地 內地雙創政策和配套措施 支持他們在雙創基地創業 李家超在一個活動致辭時表示 大灣區建設在新時代 國家改革開放的重大發展戰略 為助力香港青年找緊發展機遇 特區政府推行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以及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的資助計劃 李家超表示 特區政府會繼續支持 香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 培育他們成為愛國愛港 擁抱世界的新一代 財政司副司長王偉倫表示 香港近期飽受考驗 既要面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通脹高企 也要面對主要央行大力收緊貨幣政策 環球經濟動力下降 這些所有因素都對香港經濟情況造成巨大壓力 他說 本港短期內要努力管控疫情 減低社會成本 並需要避免在經濟面對短期波動的時候 形成系統性風險 不過他相信長線仍具有不少的機遇 韓偉倫出席論壇的時候說 長期而言要做好部署 觸緊國家發展機遇 用好一國兩制的優勢 以大灣區為設入點 融入國家發展 他又指 中證監支持符合條例的 在港上市海外企業 立入互聯互通 有助提升相關證券的流通量 並吸引更多海外企業來港 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表示 估計嬰幼銅版復必泰下月有望公廣 而六個月至五歲的嬰幼銅版復必泰 和科興一樣要接種三針 首兩針需要相隔兩個月注射 第三針要和第二針相隔三個月注射 對於網上有人發布貼文 指新冠疫苗會在小童身上 產生細胞因子風暴引致死亡 他批評有本身不想為子女接種疫苗的家長 在網上以此事而非的證據 散播不盡不實的消息宣傳自己的觀點 訪局局長何詠言出席仁濟醫院位於荃灣的過渡訪項目 仁濟軒的動土典禮 他致辭時表示 有關項目將以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 預計大約一年的時間落成 將提供兩百多個單位 如果單位供三人入住 便可以為六百人改善生活 仁濟軒項目受惠對象 是現在正在輪候公屋 達到三年或以上的個人或家庭 並且現在正居於不適切住房 或急需社區支援的基層市民 以現在現居於荃灣區的人士優先 預計在明年第二季開始接受申請 明年第三季將會落成以及入火 2019年里大圍城期間 警方在佐敦拘捕多人 包括Youtuber二卓邦 在內的八男兩女控以暴動 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 其中兩男開審之前已經承認控罪 另外八人經審訊之後 法官連錦雄今天早在區域法院裁定 43歲的清潔工人罪脫 其餘7人包括二卓邦 香港暴動俱成 今天的每日支點新聞講到這裡